就是你的错,你来伤害我 秀才你给我听的 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是你的女人了 我再也不会为你奋不顾身 假装害羞,无嘴笑,脱香的 给我满点,你栩栩不睡觉 头发掉老的了 你把情绪还给我,还给我 大妈们的顶流塔,靠着不经意发现镜头 然后无嘴笑吐心子爆火的秀才账号惨遭风景 据悉秀才上一次开播发布作品已经过去12天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她很少离开这么长时间 就算是有事也会给粉丝们说一声 就在大家疑惑她犯了什么事实 作为她合作伙伴的李秋月表示两人已经闹败 李秋月表示因为秀才在网络上爆火 两人的家乡蒙城县也闯进了不少的陌生面孔 不少的媒体粉丝以及主播都想看看她到底有什么魅力 而秀才面对这么多人的围堵 她自己不露面让妻子把他们请走 如果搞不定就以扰乱秩序为由报警 在李秋月的讲述中 秀才在2020年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 妻子跟她一样给别人打工 两人还有一个儿子在老家上学 也是在这一年她找到了李秋月 而李秋月此时已经在广东创业小有成就 在此之前两人已经十几年没有联系 秀才一开始就跟李秋月卖菜 说自己没钱被人看不起 想让她帮帮自己 李秋月觉得两人是老同学不好拒绝 于是开始为她出谋划策 帮她拍短视频 并包装成现在这个样子 虽然不知道秀才到底因为什么被封 但我想那些大妈妈的子女应该松了一口气 终于不用担心自己老母亲搞网恋了